船隻緩緩前進 重力的清水端壓一覽無遺 藍雀輪首度試航 長長的人龍幾乎快看不到盡頭 民眾興奮的排隊上船 得不及快點開船 在國外搭過別的 花蓮第一次搭 很期待希望以後能夠是常態性的 比起利難輪 藍雀輪從蘇澳到花蓮 只要一小時又十分 足足省下半個小時 這次這個航線呢 不只是為了交通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這裡我們台灣八景 一個最重要的景點 也是台灣發現台灣的 一個最重要的地點 為了迎接暑假旅遊旺季 也加開台中港到澎湖的定期航線 未來將與旅行社合作 推出一條龍的旅遊行程 對於觀光客的這個更多的選項 還有遊客的這個分流 能透過我們藍色公路的部分 來做觀光的套裝行程 藍雀輪開行 燈雲打開台灣東大門 將帶入更多遊客 振興花蓮觀光 記者劉幾家黃雲涵 花蓮報導 這裡 всех都是 歌手 好 よろしく 各位